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平常沒有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那其實我也沒有想到我影片會今天 就是會做關於倉鼠的影片 我今天要開箱 安裝倉鼠的屋子 對啦 我給我的倉鼠買了新家 然後這個是它其中的component 就是這個屋子其實應該很多人知道 就是它是OVO 它們做倉鼠的屋子是可以有很多component可以連接在一起 可以越接越長 越接越複雜 然後倉鼠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動空間 話說為什麼我會買這個 西路茲莉套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最近呢我養的倉鼠是一公一母的 然後突然間就很吵架 我不明白為什麼 然後就那個公的呢 原本是最大隻的 我的是很小隻的 那時間越久過後呢 母的就越變越大隻 越變越肥 然後公的就越變越瘦弱 那他們算是很母相處的 只是母的偶爾有一點兇 但是最近呢 他一直跟公的早茶 就是一直跟他打架 然後會咬傷他的腿啊 然後到今天早上呢 我又發現他的耳朵有點受傷 然後他這邊也有一點血跡 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把他們分開 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好吧 像我另外找一個屋子給他 其實我是找很簡陋的給他 想說等他養傷養好了 養肥了壯了 再放回去跟母的一起合養 看怎樣 結果我們進了寵物店之後 就看到越來越漂亮 我一直就忍不住 買了 哈哈 就是這樣子簡單 所以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開箱吧 再來為什麼這麼緊急要開箱呢 就是因為 我這隻公的長鼠 他躲在一個小的 那個盒子裡面 待著 休息 然後我想趕快讓一般進行家 所以一買之後 我就趕快做開箱影片 然後會不會讓他先住進來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我再把我的借回來 放在這一個家裡面 小長鼠會不會在休息當中 所以他的盒子就是 這個樣子的 然後他這裡有說明 他有哪一些恐怖嫩 然後這裡是怎麼樣用 這樣子 我現在看到這一個 是他的頂座 然後這是他的牌子嗎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看看他的說明書 這個可以把它打開的概念 可以這樣子 蓋著 裝好之後 就這樣子 這樣子 到一聲就是梳了 然後他這邊就可以 這樣子關下來 這邊是開這一小段而已 然後這一邊呢 是可以開比較大段的 空間比較多 而是他的水 他就是這樣子轉開 在這個 裝滿水之後呢 倉俗就是從這一邊喝水 他就是在這一邊這樣子喝水 然後把它裝在這邊好了 這邊裝進去之後就旋轉 旋轉就扣緊了 對 沒錯 就是他的跑輪 哇他很喜歡跑耶 這個跑得太大了 然後這一個東西呢 不是白眉的哦 就是這裡有縫隙呢 當初跑跑跑的時候 他的大便啊 尿啊可能也會這樣子 在這裡尿出來 所以他這一個呢 就是專門截 他的尿啊 糞便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拆開 拿這個去洗就好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一邊呢 這個截口呢 他可以 再去接其他的 component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 接在這一個的旁邊 這個前紅色 就是他的鎖匙 就是你這樣子轉 你感覺他緊 他就是在鎖著 然後你轉給他鬆呢 他就是 接鎖的狀態 所以我才這樣子裝下去 OK 然後 我再鎖給他緊 那我要給他的家 裝一些架式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他的架式 他說可以在這裡 跑箱跑箱 就放進裡面 然後還有他的 鎖料碗 放在裡面 就這樣子 那這個 其實就是 他們 沖涼用的浴灑 就是浴室 你看呢 那這邊的打開來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浪他的浴灑 然後 我們放浴灑之後 沖水就可以在裡面 滾滾滾沖 沖涼 然後 重點就是 我們要清理的時候 很方便 他蓋子呢 一打開 他就立刻遮住 這一邊的洞口 他遮住了 這邊的洞口 沖水就不能跑出來了 那這個盒子呢 我們可以直接抽出來 去清洗他的浴灑 然後好的之後 我們可以再裝新的浴灑 去浴 這樣子 然後我們關上 倉鼠就可以繼續進去活動 啊 翻滾 這樣子 裝好 然後 鎖進來 這個超大的 你看 雖然自己有點外型人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感 真的很好 而且價格不會很貴 喜歡的食物 花生欸 還有他很喜歡的花生 翻一些木屑 發生了什麼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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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就是我這一次的暢屬新屋子開箱跟安裝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不會覺得無聊 那如果你們喜歡看多一些這些暢屬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然後可能以後生活環影片 我會多放一些暢屬的片段在這個FOAM裡面 或者是特別做一些主題關於暢屬 我覺得或許是蠻有趣的 好吧,我們下個影片再見,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